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背对背沉默 两位 这边可以做总经理室 那边隔间可以做茶水间 这里一共是三百平方米 一个月的租金才四万五 亲爱的 你觉得怎么样 采光挺好的 正南正北的不错 那房租呢 也算合适啊 哦 对了 你不用跟着我们了 你可以走了 嗯 好的 那你们慢慢看啊 你好好的 干嘛把人赶走啊 好好的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是你办公司又不是我办公司 是我们的公司 你要投资的话 你就是大股东 我当然凡事都要向你请示了 我说了要给你投资了吗 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然你说服我 凭什么我要给你投资啊 这公司的经营模式和获利方式 你早就知道 你给我投资一定不会亏的 唉 你怎么这么爱说好听的话呀 我要是给你投资了 你卷着钱走了 我找谁呀 怎么会呢 你是我亲爱的 我怎么会那么对你呢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亲爱的就有法律效力吗 口说无凭 我要看实际行动 好好好 你烦不烦啊 我现在还要上班呢 你自己看吧 亲爱的 路上注意安全啊 来 回来了 还没吃饭吧 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 累了一天了 先吃饭吧 爸那房契欠了没有 如果不饿 好得先喝点汤吧 别的事 待会儿再说 喝什么要喝 等着喝起百分吧 来 我快被你吓死了 你最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最近有点忙 可是大东和苏比都很早回来啊 这两天我碰到的客人都比较麻烦 所以就拖得晚了点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啊 我刚刚在念书 我刚刚在念书 律师考树快到了 哦 可不是嘛 那我不打扰你了 加油 晚安 陈希 陈希 你最近 是不是在躲我 不是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你说 你以前 你以前 是不是跟小玉交往过 啊 小玉说你是她的前男友啊 你听谁说的 就听于导演说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是最近才认识你的 在那之前 我根本就没见过李明玉 奇怪 那小玉她怎么会那样跟她说 我也不知道 好了 加油 陈希 陈希 明天你有空吗 阿胖约我明天出去玩 我想说 你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明天我有事啊 这样吧 你们俩好好地玩 玩得开心一点 就这样啊 加油 晚安 走 让他来 小心 快이 뭐�兄弟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要回来 我都要回来 怎么啦 没有啊 差点认不出来是你 你哪来的接步车啊 这跟我哥们儿借的 酷吧 开这么大的车 我们要去哪里啊 秘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负责放轻松 尽其享受 好吗 等一下 你好 美女 你好 还记得我们吗 上次拍广告的时候见过 哦 你们是小玉的同事 对啊 记忆力不错 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帅了 所以记忆犹新的 贝贝 我跟他们说点事 你等一下 嗯 等你 我稿子都备收了 你们俩把车借我就行了 跑来干嘛 喂 说好了吗 那我们就好人做到底了 相信我们 放心吧 兄弟 上车了 走走走 上车 好 上车 贝贝 上车 哦 好 走了 出发喽 看起来 多美啊 来来来 要自拍啊 你们两个喝一张啊 哎哎哎哎你站住 阿鹏帮我和贝贝照一张 哎对 你来照 匹子过来来来 去去去 啊来来来 哎哎哎 你来啊 好 一二三 鞋子 嘿嘿嘿 帮我帮我和阿鹏 你照一张吧 来来来来 过去 哎 哎 嗯 那 没有内存了 不可能 刚才还想要给我看看 哎 没没没没 你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车上还有卡 哎来来来 哎你先看看 哎 哎 那个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贝贝 你要吃什么 我都可以啊 看你们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日本料理不错 咱们去吃吧 哎 好注意 好注意 好 走走走走 贝贝 你看啊 这张啊 拍得真不错 比那些女明星好看太多了 夏林九龄 夏林九龄 真的啊 这张啊 没事 你先吃 刚才那鬼屋里空气不好问着了 我现在没什么胃口 不舒服 吃这个 吃了凉拌皮蛋 清爽 保证 特别开胃 我不爱吃啊 公饱皮蛋 鲜辣入味 吃完保证开胃 那 你要怎样啊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的 非把自己当成三岁小孩 让我喂你啊 其实我不是 很爱吃皮蛋 不会吧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挑食 这都不吃啊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了 不会以后我每次跟你吃饭 这些我都不能吃了吧 我吃 我吃 我喂你 太好了 好吃吗 好吃吗 一点都没有变 好好吃 哎 贝贝 要不然 点个三文鱼吧 嗯 可以啊 贝贝 你喜不喜欢吃铁板银血鱼啊 不错啊 但我跟你讲 铁板银血鱼特别油 吃了会发胖 还是三文鱼好 我跟你讲 三文鱼一点都不油 不会发胖的 贝贝身材这么好 根本不用担心减肥 点点点点 对 阿鹏 你要不要点一些你想吃的 我 我来帮他想 来 对对对 你们点就好了 反正我也不太会点 嗯 再来一个 信用拔棒吧 会不会太贵啊 不会 今天阿鹏请客 咱们吃不完可以打包嘛 每个人必须吃到撑为止 嗯 对对对 我请客 贝贝 你喜欢吃什么就点 不用管我 再来一个龙虾菜 好 我去 服务员 喂喂喂喂喂 我身上敏屑 所有的鱼啊虾啊都要新鲜的 菜上完了再回来啊 盯着她 来来来 阿鹏 在家三瓶新酒 但你不能喝 你今天开车 今天吃的冲死了 翻起工薪的时候呢 运动运动 排毒养颜 走 我们去坐7号飞机 你等等 等什么呀 我票都买好了 不是吧 你这 你还是不是男的呀 什么都怕 对 我就是怕鬼 不敢吃皮带 还有恐高症 我承认 到底谁告诉你 阿庞 用不着他告诉我 不是他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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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奶奶 那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你告诉余导演 说我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他 他可能误会了吧 我就是跟他说 你很像我的前男友 你是说 长相吗 不只 不只 不只长相 性格 脾气 人生观价值观 都是一样的 我 我明白你意思了 我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地点 他跟你一样 好像见不到大海 就会难受 一天不冲浪 浑身不舒服 他很够哥们儿一起 自己都已经穷得 接不开锅了 可是朋友向他借钱 可是朋友向他借钱 他也不住 他很够哥们儿一起 可是朋友向他借钱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我们在一起是 一米六个月 为什么分手 小玉 你别生气了 跟我回去 小玉 你别闹了 回家 回家 回家干什么 继续看着你只在乎所有人 而忽略我们母女俩 继续看你把钱借给别人 不管我们的死活吗 这样生活一点希望都不理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咱们以前有过希望的 你不记得了吗 只要能坚持下去 希望就还在 希望在哪儿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就拧一点工资 连生活费都不够 你以为当年的学费怎么弄来的 还不是我给人做家中 我一小时一个小时我这么撞回来 可到头来你还输我自私 这些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当初嫁给你 我爱你这些我都可以忍 可是我的孩子不行 宋正希 当初 当初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你说的那些 你根本没有做到 如果 如果早知道 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步 我根本不会嫁给你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遍 我可不得不要认识你 可能是我们不合适吧 他活在当下 我担心为了 他随心所欲 而我站前顾后 他向往自由 而我只能给他束缚 既然你们 是两个世界的人 当初干嘛跟他在一起 我想 这些本来都应该是优点 为什么后来 却都变成了缺点 也许一开始 你们就都错了 我不是他们 是 贝贝 说真的啊 我们公司下一条广告 你真可以过来试个镜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一拍广告 一定会火到 谢谢你嘛 但我还没有考虑过 我跟你说啊 这些东西完全不用考虑 我就没见过 生下来就像你这么漂亮的人 对了 你看 要不然我们 留个电话吧 如果你们要找我的话 就直接找阿庞吧 干嘛呀你这么凶 如果真的有案子找你的话 通过一个传声筒 不太方便吧 谢谢你们了 不过不用了 这样吧 这是我的名片 也不一定非得工作 我们也可以 借我们三个约出来玩啊 好啊 谢谢 拜拜再见不送了 贝贝 保持联络 好啊 拜拜 拜拜 阿庞 今天谢谢你 我玩得很开心 你开心就好啊 你人真好 明明是你约我出来玩的 结果却变成大家的司机 还要破费请大家吃饭 如果换作是我 说不定早就翻脸了 没关系啊 大家都是朋友嘛 他们经常来照顾我 没事的 走 我请你吃冰淇淋 李茗玉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女孩 你这个人 非常的莫名其妙 你以为你可以就这样 突然闯进别人的世界 干涉她的生活 照顾她的家人 然后装出一副 不以为意的样子 保护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说走就走嘛 那个她 是谁 还有谁 就站在你面前啊 对不起 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 那你何必在我身上 花这么多时间呢 你为什么关心我 你是想让我去喜欢 别的女孩子吗 我根本做不到 因为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关心我 你不像其他的女孩 你给我的感觉 像是家人一样 现在 也只剩下 你这个家人 唯一的家人 在我天的楼里面 拼护影的赞伤 背不上身边 有爱牵手 走在广场 怎能愿平凡平淡 那些时光 却是现在的渴望 不明天的眼泪 会别迷惘沮丧 潮湿回忆慢慢 青霜像月光 我今天很开心 谢谢 别客气 开心就好 好美啊 海边的景色 每天看上去都不一样 永远都不会看你 其实 当初我决定来海边 打工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因为陈希 她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让我长得真正的自己 这段时间以来 我在饭店打工 被陈小平欺负 不管有多辛苦多难过 都是因为有你们这群朋友 在我身边 陈希 你 苏比 还有大东他们 我才能够挺过来 从今以后我都要在这里生活 我也很庆幸自己 转了这么大的一个腕 在海边再次碰到你 也因此认识陈希 贝贝你渴吗 我去买点饮料喝吧 我 喜欢陈希 但是我看得出来 她喜欢的是小玉 小玉对她也有感觉 这些我都知道 是小玉对她 你不要为我难过 你只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坚强起来的 我会真心祝福他们 用大厉害的 我有一种小玉对她的 我还imer得到一种房间 霍霹 你看他们都不贵吗 我最喜欢的 帅曼小玉对她 你还是笑不出来 你不再讲什么笑话 因为 因为我们就好了 陈希 你起来了吗 我做了早餐 陈希 陈希 你起来了吗 我做了早餐 陈希 是 是 是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弄好了 吃了再走啊 对了 小玉啊 我 我那个房本呢 我放哪儿了 我找不到了 爸 您开什么玩笑 您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好得很 我还能烧菜呢 但是我那个 算了 算了 没事了 我饭已经煮好了 我叫你姐下来吃早饭了 我哪儿都不痛不痒 你带我到医院干什么 我还约了人下棋呢 我们走吧 还可以到菜市场去买点便宜菜呢 爸 您就让医生给您检查检查 检查完咱们就回家还不行吗 我没有病检查什么呀 您就全能检查身体了 我保证十分钟就检查完 好不好 十分钟 一会儿那个医生开一堆没用的药 又要花钱 我拿这个钱可以做好几顿红烧肉了 我吃了红烧肉 我什么毛病都没有 爸 您想吃红烧肉了 我晚上给您做 您教教我 来 现在呢 现在就在这儿等一下好不好 好了吧 来 坐下 我先去交费啊 好好 好 爸 等你 您收打的电话在新一段落 好 贝贝 翘班了 头疼 所以请了一个小时的病假 现在要去工作了 吃药了吗 嗯 吃了 好 来 坐 嗯 过来 怎么了 晨曦 早上我看到你和小玉在沙滩上 你们两个整晚在一起啊 小玉是个好姑娘 又上进又孝顺 对朋友也真诚 只是偶尔会对自己在乎的人太过关心 这你也是知道的 她是我的好姐妹 你可以好好对人家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我知道 我一定会好好疼爱她 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这一点 你尽管放心 我allen手 thing 等你等都 MUR 我想你聊天 肯定 你找一成啊 好 我去拍摄 听这么舞 昨天你跟阿庞出去玩得好吗 挺好的 阿庞很照顾我 感觉像哥哥一样 不行就请假 我看他脸色特别差 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你 你赶紧去看看他吧 你爸都生病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 他们一说打电话给我收过 我听说现在已经出院了 已经回去开始工作了 刚出院就工作 这怎么行啊 你去劝劝你爸 让他休息一下吧 既然已经出院了 就说明身体没事 我也没有必要再去看他 再说我也不想去 你们俩又吵架了 你们俩又吵架了 算了吧 你爸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就别跟他较劲了 你去陪陪他跟他聊聊天 他说明天啊 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肚子用力顶住板子 一会儿就没劲了 对 冲浪的时候呢 只要你站在板子上的那几秒钟 够帅就行了 其他的没必要想那么多 你就嘴上说行 你刚刚滑得好烂好不好 你只要记住耍帅就OK了 其他的不用管 阿龐你在干嘛 你在找工作啊 冲浪店工作又轻松小妹又多 别想不开啊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们两个 上回说要帮我 明明就是在整我嘛 把我叫去干嘛 当司机 当跟班啊 我告诉你们 有一句古话叫做 男儿当自强 我要找一份经理的工作 让你们两个再瞧不起我 胖兄 你可真是好心美好抱啊 去去去 别再忽悠我了啊 我跟你讲 你现在讲的话 我表示很心痛 你知道我们帮你拟定的 这个计划叫什么吗 叫认清自我 之装可怜战术 对了 我还用装吗我 我说 你非得我们把话讲得这么白吗 好啊 你们两个讲 看你们都能忽悠 首先说吧 你看你长的吧 一点都不帅 一点都不帅 而且就连我们这种做兄弟的 都觉得你长得有那么一丁点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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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别激动啊 哎 我们可是结合现在的流行趋势 现在这个计划有一个完整的名字 叫做 十草男之偷心计划 意思是说呢 营造你一个弱者的形象 好激发起女性心中 母爱的天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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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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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tious 得到 愛 想要擁有你一輩子 爸 不對啊 要是 他心裏面有喜歡的人了 也管用吧 當然 石草男就是用時間 來換取女人的心 這樣 他的心 就容不下別人 我明白了 多謝大聖聖典 多謝 多謝 如此可教也 回去舉一反三 好好努力 好 如此可教啊 好好努力 大家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董事長 公子和李明玉小姐來了 好 知道了去吧 好 今天的會就開到這兒吧 余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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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楚昊給您帶過來的 怎麼著 特意看過我 應徵什麼樣子 我這個壞人 總算有了惡報 是吧 就算我再瞧不起你 我也不會這樣故意詛咒你 你還真別誤會 我今天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聽說你病了 來關心一下 你要是真關心我 你早就來了 不會拖到今天 董事長 那我先出去 你們父子倆好好聊聊 我跟他沒什麼好說的 你就在這兒等著 知道 是啊 李小姐 你也不用出去 楚昊把你當女朋友 在他的心裡面 你比我親近多了 董事長 其實楚昊挺關心您的 他 他就是不知道怎麼表達 是嗎 在我看來 在他的心裡 什麼都比我這個爹重要 我看啊 要不是你勸他 他是不會樂意 來看我這個要死的老頭子的 我還得謝謝你啊 李小姐 他只是我的助理 陪我來看你 是他的工作 你能不能不要把這些 不相關的事情 撤到一起 董事長 您真的該好好休息休息 這樣病才能好得快 我早就想休息了 可是我能休息嗎 我敢休息嗎 日生集團上上下下幾千口子人 都張著嘴等著吃飯 我休息了他們怎麼辦 我就是病得再厲害了 你不敢垮掉我 其實啊 我早就累了 李小姐 我知道 你也是不累廣告的一員 可是作為父親 我希望你能幫我勸救我兒子 讓他回來幫幫我 這個集團 不能沒有接班人 我現在真的是 真的是需要他 董事長 您說的這些我都理解 我今天來看你的目的 真的很簡單 就是聽說你病了 來關心一下 除此之外 你的集團 你的員工 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一點都不關心你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董事長 您趕緊好好休息一下吧 保重身體 不然 楚昊也會很難過的 你也看到了 他現在對我 一點感情都沒有 他怎麼可能難過 李小姐 擺脫你了 勸勸她 就算我這個老頭子 求你了